I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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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這個是我的茶技special 豬扒菠蘿方包三文治 是不是很邪惡呢? 讀新菜式 好玩是我最喜歡的材料 草草賣賣這兩年 有12個good take 跟大家去分享 是有點邪惡 但煮的過程真的好玩 我們進廚房一起玩吧 坊間有很多菠蘿包頂的食譜 而我這個就是最少材料最有效的食譜 麵粉、吉士粉、鐵劑弄走粒粒 加些砂糖 加些室溫牛油 用食物加工機也可以 自己用手拆也可以 它變成粒粒撞的時候 就可以加一茶匙水 凝固了一塊之後 就可以放入保鮮紙裡 然後放入冰箱裡 半小時 今次的豬扒是用梅頭扒的 加些日本醬油 白胡椒粉 醃大概半小時 加些糖漿上去 這樣豬扒就會又甜又鹹 放入菠蘿包的味道就會更加配 然後放入了 鹽麵粉 用中低火炸扒 由於梅頭需要多些時間去煮 煮每邊大概5-6分鐘 煮完可以放在一邊休息一下 我最期待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怎樣可以放菠蘿包的皮 在一塊芳包上面 將一塊麵團放在兩塊牛油紙中間 用鑊鏟壓平 沒有鑊鏟可以用玻璃瓶滷皮 放你最喜歡的芳包上去 切好邊也可以 就這樣留下邊也可以 最重要是你喜歡 用低溫煎香的菠蘿包頂 當你聞到很香的菠蘿包味的時候 你可以反轉它 很棒 邪惡炒蛋很簡單 把蛋和牛油放在洞瓦裡 用低溫煎一邊煮一邊攪 就會變成一個小糊 加鹽和黑胡椒 在煮食的世界 很豐富的東西 需要酸酸微微的東西去幫助 所以我就放了蕃茄 懂得做這個菠蘿芳包之後 你可以創作屬於你自己的 菠蘿包公司三文字 又好玩又好吃 謝謝 享受 這個是我的卡 這個是我的茶技special 豬扒芳包 菠蘿 豬扒芳 啊 呀 呀 呀